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我州将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 多挫并举 强化重点项目服务保障 扩大产业规模 推动有效投资实现新突破 赋能研编高质量发展 研集市在建项目现场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备受瞩目的研编州万龙一氧康复中心项目总投资1.5亿元 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 目前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投入运营后将以一家氧为核心 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 提供专业诊疗和护理支持 能够满足全市及周边地区社会化养老的需求 也将积极推动研编州及研集市多种形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 成为未来研集市内最大的一家氧康养中心 研编州万龙一氧康复中心项目 自2020年3月份落户延级 经过三年多的建设 从2024年5月份开始将陆续投入运营 投入运营之后 本项目预计建设1000张床位 其中包括居家养老 机构养老 项目中还包括医疗 康养 旅居等等一系列的板块 位于研集恐龙王国金斗欢乐园西侧的 研集关塘温泉酒店项目 自开工建设以来严格按照计划抢抓工期 目前主体大楼已拔地而起 内部装修正在有序进行 该项目总投资5.95亿元 总面积5.6万平方米 拥有州内唯一一个无边际泳池 酒店有各类客房228间 家庭套房10间 独动院落客房5套 市集温泉 餐饮 客房 会议 娱乐 渔一体的 一站式度假中心 预计今年5月投入运营 我们在开业之后 可以满足游客和当地的居民 游玩和打卡 往后打卡等一系列的一站式体验 同时也为我们那个恐慌王国配套 做相应的一个服务措施 目前研级市11个在建项目都在开足马力 抢抓施工节点 包括总投资7.3亿元的 研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细胞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研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细胞产业园已完成主体施工及内部装修工程 正在进行设备采购 总投资2.5亿元的棚户区B24项目 已完成小区配套管网工程及室内装修工程 王清线项目建设也在积极推进中 吉林维特药产业园项目总投资1.5亿元 总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 研发和生产化妆品 医疗器械 药品 食品等 部分化妆品 牙膏等已投产 其中吉林维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食品软胶囊生产项目 占地面积2600平方米 目前已完成主体工程 正在进行室内装修和设备安装 预计今年5月投产 生产软胶囊有望实现产值5000万元 项目在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采用的是药品级别的10万级进化区域 能保证产品的质量 我们构建了国内顶尖的生产设备 软胶囊生产设备 该设备的产能是 每小时10万粒的生产能 通过这几个板块的成立 和陆续的打产 产品的产业链 产业结构 产品结构这块就有了更大的延伸 王庆建今年固谋化推进项目79个 计划总投资342.6亿元 当年计划完成投资50.7亿元 今年我州坚持项目为王的工作理念 不断提升项目支撑能力 组织实施领导包保 集中开工 双百攻坚等系列活动 力争全年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 260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 其中重大项目建设着力加快 国道 魂雾公路 延级治安图段改建 双目封公路狂案等项目工程进度 力争浑春市铁路国际物流园 龙井市技术人才双创产业园等项目 投产答效 魂春国际合作示范区道路建设 及附属设施工程等项目交付使用 魂春市充分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 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围绕区域特色发展跨境电商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打造新时代对外开放桥头堡 在位于魂春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云仓内 记者看到 电商主播 手捧商品 正滔滔不绝地向直播间里的粉丝介绍 身旁还有助理 烘托氛围 与此同时 刚刚下单的货物立即打包发货 发往全国各地 云仓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 摆满了来自俄罗斯 韩国等国的 跨境进口商品 与传统的仓库单一存储功能不同 云仓可以提供仓储 配送 运输 一体化的服务 云仓经理吴南告诉记者 与之前自己的实体店相比 这里不仅面积大了十倍 而且通过跨境电商平台 销量也翻了好几番 我们现在主要以韩国食品 还有天边特产 还有俄罗斯进口食品为主 完了我们主要是通过于线上来进行销售 现在一天发货量 一天大概是一万多单 多少时候可能超两万 今年我感觉非常有信息 因为我的规模已经扩大了 浑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 是在浑春市跨境电商产业 快速发展背景下打造的 即商品展销 创业孵化 金融结算 仓储物流等 多功能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自2022年投入使用以来 原区充分利用跨境电商等措施 吸纳 俄罗斯 韩国 日本等国跨境进口商品 货品种类多 价格较低 备受游客青睐 并通过直播电商加实体零售 线上线下结合的经营业态模式 进一步促进区域服务功能升级 同时 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 还积极与欧洲等国外大型电商平台合作 成为其物流节点城市 2023年 跨境电商贸易额 我们实现了51亿元 同比增长了44% 下一步 我们将加快 东北亚跨境云仓等重点项目建设 积极与国外WB等大型电商平台对接合作 发挥跨境电商产业园产业急剧效应 加强招商引资 吸引战略物流投资者入驻 保持跨境电商高速增长态势 近年来 浑春市立足自身优势 已打造出一条高水平 高效率的跨境电商通道 一个初具规模的全球买 全球卖 全球通 电商综合体以初具规模 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 延边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蔡宏兴表示 要充分发挥高效教育 科技 人才三位一体 协同融合发展的平台作用 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切实贡献出严大力量 参加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从北京回来后 蔡宏兴通过召开会议 座谈 进行交流等方式 向师生们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青年强则国家强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 两会精神 不断强化政治领悟力 政治判断力 政治执行力 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在全国两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 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等 提出明确要求 传递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定信心 吹响了风雨无阻 向前行的奋进号角 蔡宏兴表示 她将带领师生们围绕提高科技转化率 在充分进行社会实践调查的基础上 针对性地开展科学实验 并加强实践教育环节 鼓励大家投身教育和科技强国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加大我们的人才培养力度 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通过人才培养 更好的服务地方 用我们的科研的平台 科技的公关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贡献出高校的力量 下一步 研编大学将把高质量发展 作为教育教学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管理服务等 各方面工作的硬指标 硬道理 高水平推进双一流建设 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加大力度 加快构建地方行业急需 优势突出 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集群 打好学科专业建设的组合权 全面提升学科专业与现代化创新产业体系的匹配度 研编大学还将整合优质学科专业资源 打造创新团队 为新制生产地提供人才支撑 建设高端智库 极具力量开展科研公关 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 为加快形成新制生产力 蓄势负能 全国政协委员 研编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爱辉从北京回到延吉 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 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并着手制定新一轮履职计划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两会期间 吕爱辉就对加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回到家乡 吕爱辉没有停歇 他走向镇进农村 将自己在两会上的所思所感带到极层 这次参加全国两会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国家对农业的大力支持 给我们足够的信心 对于蓄密而言 这意味着要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同时还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实现绿色发展 确保畜牧业的可持续性 很荣幸今天能够面对面聆听全国政协委员对两会精神宣讲 今后的工作中我也会不断加强学习 更好地将两会精神学习好 落实好 吕爱辉深入到黄牛养殖户调研 将两会精神面对面地传达给养殖户 在详细了解当前黄牛养殖的实际情况后 他发现 尽管国家政策对黄牛养殖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但仍有许多养殖户面临着技术落后 管理粗放 市场不稳定等问题 制约黄牛养殖业的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 吕爱辉建议 加大对黄牛养殖科技创新的投入 推广先进养殖技术和管理模式 提高养殖效益 同时加强黄牛品种的改良和培育 提升黄牛的品质和经济价值 完善黄牛养殖产业链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 保障养殖户的利益 将来还是跟大企业靠拢 通过吕总来这一趟 我感觉我应该吧 更有了一些信心 能养好烟黄牛 落实两会精神 不仅仅是把两会精神传达下去 更重要的是将两会精神落实到实实在在的工作当中 今后我将继续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 紧密围绕国家战略 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乡村振兴 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 贡献力量 年初以来 严吉市公园街道深刻理解和把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核心任务 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 以各族群众互建设发展为载体 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全面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 交融 载体有行 群众有感 工作有效 位于公园街道圆辉社区的牛市街 是严吉市的老牌特色街区 因分布着众多知名民俗餐饮美食小店而备受关注 圆辉社区深度挖掘老街巷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 承载城市历史记忆与相情相仇等特点 结合三牛精神 打造了圆辉社区创建三共四同 护千市示范社区宣传文化墙 吸引了社区居民及来往人员 驻足观看 这是我们五十年代的圆辉社区的前身 这是七十年代的 这是我们现在新时代的社区办公场所 和我们共和国一起共同成长的 同时也是在我们整个圆辉社区各民族群众 互相交往 交流 交融的当中发展起来的 目前我们的圆辉社区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同时我们现在老典型向着新榜样的路上 我们继续前行 圆辉社区共有居民4218户 8635人 由汉族 朝鲜族 回族 壮族 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组成 长期以来 社区不同民族的干部职工和居民之间 建立起了与水相依 修气与共的深厚情谊 圆辉社区常态化开展 共居共学 共见共享 共事共乐 同唱一首歌 同跳一支舞 同吃一桌饭 同过一个节主题活动 如多民族语言的唱歌班 读书会 书画展等 不断加强各民族群众思想道德教育 社区还尽心竭力地为各民族群众解难事 办好事 深入践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通过大林小林工作室 把林松书和圆辉社区的宝贵经验 传到公园街道各个社区 圆辉社区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一个快乐的平台 我们大家在这里头呢 学习书法 学习画画 学习国画 参加画展 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在这里唱歌跳舞 我们过得是非常开心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里 都得到了充分的培植和传承 我们在这个传承和学习的过程中 又把它浸透在社区啊 还有小学校啊 还有军营啊 以老典型带动新榜样 今年延吉市公园街道 共有七个社区开展护嵌市示范社区创建 那么在这个创建护嵌市社区方面 我们有一个红四流加网格工作 红四流加我们文化阵地的一个工作 红四流加居民群众的一个交往交流交流的一个活动 还有我们那个红四流加精准帮复 精准为民服务的这个科项工作结合在一起 带领年轻一代的社区工作者 发扬牛的精神 奉献付出忍耐勇往之前 把我们的民族团结工作做好 下一步延吉市公园街道将重点围绕社区内外阵地建设 亮点工作 联盟单位共筑共建 智慧党建云平台等方面 进一步展开三共四同 互签市示范社区创建工作 通过精神明明建设 共筑共建等多种活动形式 不断促进各民族 在文化 社会 法治等方面全方位嵌入 紧扣繁荣研集 绿美研集 青年研集 智慧研集 幸福研集建设目标 加快推进三共四同互签市示范社区创建工作 努力为我州打造民族团结进步 升级版 贡献公园力量 龙井市抢抓有利天气 对苹果梨树进行检枝和管理 确保每棵果树都能接出香甜优质苹果梨 走进万亩果园记者看到 果农们正在果树专家的指导下 给苹果梨树减枝 龙井市是名副其实的苹果梨之乡 这里是研编最古老 品质最优良的梨园 是亚洲最大的标准苹果梨生产基地 随着种植技术的发展 如今苹果梨减枝 施肥 兽粉 采摘等环节 增加了不少科技含量 苹果梨产量和质量也有了质的飞跃 龙井苹果梨于去年成功入选 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今天的一周要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敬请关注研编广电客户端 感谢收看 再见